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就持有了 尝尽冷暖是什么让他热泪盈眶 我对陆老板的我是冠军不精彩的人 有那么指导人呢 漂泊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影情 他在你心中就是算一个怎么样 一个怎么样形象 人渣 有家不敢回的七巡老人 都市情缘今晚播出 我的时候因为我心里不好 我去送回家 因为这个事情我就想把他连累他 刚才我心里好了 我也送在这里 因为这里环境也比较好 因为有老板好 都市情缘 情暖心间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是雅芝 来看今天的节目 刚刚正在说话的这位 便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求助人 他叫做廖日新 今年70岁了 他告诉记者 自从2018年以来 自己一直在外边流浪 加上自己前两天 身体的病痛难忍 自己便萌发了想要回家的念头 这个年纪 本来应该是安详晚年的阶段了 这位70多岁的老人 为何会在外流浪呢 他口口声声说 怕连累的这个人到底是谁 我这个问题 我出来已经是几年了 具体有几年 我是 我第一次是17年出的事 是出了什么事呢 17年吧 我以前啊 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呢 我在家里 跟我老婆好劫难 廖日新告诉记者 今年自己70岁 是新渔市雨水人 自己以前跟老婆之间 关系非常不好 由于两人之间实在无法相处 便萌发了离婚的念头 由于担心年幼的儿子 也会遭遇到危险 廖日新便同意了 复婚的请求 由于儿子渐渐长大 廖日新便又一次蒙发了 想要离婚的念头 在经过一次离婚又复婚的感情经历后 廖日新的家庭关系 非但没有得到改善 反而让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愈加恶化起来 在2012年间 廖日新终于离了婚 断绝了夫妻关系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 让廖日新再一次伤透了心 由于前妻过度干预自己的生活 廖日新便想跟儿子好好商量 自己想要再找个老伴的想法 没想到 这一下却点燃了整个事件的导火索 家人对待自己的态度 让廖日新彻底寒了心 看到冲突在所难免的情况下 廖日新胡奈选择了报警 本来以为自己的正义终于得到声张 但是案件的最后的处理方式 却让廖日新吃尽了苦头 他直接把我关到神经医院 是谁把你关到神经医院的 还在手边 住了26年 端家医生中包 那些专家医生一致鉴定你 鉴定我没有神经病 但是他还是不放置我 他为什么不放你出来的 你没有病他为什么不放你出来的 他怎么能放 如果说打个病是他 是我儿子送进我去的 在医院的日子里 廖日新算是吃尽了苦头 回忆起在医院的经历 廖日新的心中 还是感到振振后怕 在经历过医院里的折磨之后 廖日新只能跟家人妥协 求着家人将自己揭了出来 本想着不再招惹家里人 但是由于自己后来无意的一件事 跟家里人又一次发生了矛盾 做生意的他可能我们再搞一点的 对 干我就不用吃他 给我在这里那个搞那个 我实在味道太大了 我实在死不了 我就把他管走了 你把这个做卤菜的人给干走了 我就管走了 管走了以后啊 他怎么办了 这个是你儿子是吧 嗯 他怎么办 他怎么办 把那个东西打到一锅里去 把你所有东西都砸了 砸了 砸了他以后他怎么跟我讲呢 他说你 这一次你别搞了我活着 你搞了我活着 我都没几万块 搞了你里面没出来 如果廖日新所说属实 那么他的经历啊 真的是让人震撼 这个70岁的老人家 竟然还被亲人送进精神病医院 这段遭遇呢 也让廖日新对家人提高了警惕 以至于与家人发生矛盾之后 廖日新呢 就离开家远远的躲了起来 如今身体出现了问题 他想要回家 又该如何去面对亲人呢 将父亲送进精神病院 是无奈之举 还是蓄意报复 他这我顿皮几万块钱 把你搞得你远远不能出来 漂泊的背后 又有着怎样的隐情 那他在你心中 就是算一个怎么样 一个怎么样形象 人渣 有家不敢回的七群老人 都市情团正在播出 这里是江西二套 你的都市频道 玉英博士奶粉 六针 亲体配方 玉英博士 为英美出品 为每一个家庭 收送光明 给每一处山巷 传递资讯 干昌献来 点亮我们的家乡 为江西喝彩 你以为的拍卖 是这样 但我们的拍卖 其实是这样的 您好 这里是公式放心拍 这里是公式放心拍 阳光法拍 好物简陋 点金资产 挖掘财库 全媒通广 全流程服务 打造江西第一资产 处置平台 放心 省心 贴心 关注都市放心拍 微信公众号 或拨打热线电话 410-991-6660 都市放心拍 让拍卖 触手可及 廖日新跟记者 反映的所有情况 将矛头全部指向了自己的儿子 他说自己之所以有家不敢回 就是因为害怕儿子会将自己送进医院 廖日新被送进精神病医院 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 面对廖日新的指责 他的家人又会做出怎样的解释呢 在经过精神病院事件之后 廖日新对家人的警惕心就一直没有放下过 带着廖日新迫切希望回家的愿望 记者决定 先带廖日新回家 下面一楼 就是搞那个乳村 那个乳村 它那个味道好大 你把它赶走了 就是因为那事 因为那个味道好大 我闻不了 闻不了 我就把它赶走 闻着它 跑到上面 把我打的这个问题 看着两年前 这些被儿子打烂的所有的东西 廖日新的心里 说不出的难受 这位七十岁的老人蹲在地上 偷偷地磨起了眼泪 你自己赚了钱 然后盖了这七层楼出来 本是自己辛辛苦苦盖的房 自己却有家不敢回 廖日新告诉记者 廖洪虎就住在楼上 记者随即来到廖洪虎的家 了解情况 那为什么我们不是感觉 你要这个关系会到同时之家 那这是我们 跟他闹着 但是他为什么 他是到底是离家出走的 还是跟家人闹着矛盾 然后跑出去的 离家出走的 他是自己也跑出去的 他是到底是南野跑出去的 三年了 跑出去三年 三年了 这三年之间 他也没回到家 他回村里面 回洛武树 也回村里了 就是回家 至于廖日新 为什么不回家 廖洪虎也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为什么不回家 你知道在里面有什么 他就是不想回来 他说家里过得不舒服 他说是跟我们家里 哪些人相处不来 跟我们所有人相处不来 他又重新 主播家里 廖洪虎说 父亲跟家里所有人的关系 相处不来 其原因就是因为廖日新 想要重新组建家庭 可是廖日新早在2012年 就已经离了婚 为什么会因为这件事情 跟家人产生了矛盾呢 从小时候懂事开始 父亲就一直说要 重新组织家庭 这对一个年幼儿童的 心理上造成的创伤 可想而知 人渣这个词 让人没想到的是 一个儿子对父亲的评价 儿时的灰暗童年 也为后来家庭关系的不和谐 埋下了祸根 我可以这样说 从小 反正从小就对我们不好 包括对我母亲 对你们不好 自己表现在从后面 就是会打罢你们 打罢 打罢 无用无故 而且他酗酒 他酗酒 经常喝酒 不是说鸡长 是一天四到五吨 不吃饭 吃烤酒 家庭关系的不和谐 加上常年的酗酒 让廖日欣一家的生活 每天都行如水火 老师喝酒 你感觉他就是想要烤酒 今天麻痹是什么的 也不是说麻痹 反正前几年 反正那时候到青春医院 反正就幸运是 第二次进入医院 给他诊断 就是顽固性 什么偏执性 就是外来很 我也忘了 廖洪虎说 父亲曾经进过精神病医院 这也跟廖日欣之前所说的 对应了起来 据廖洪虎的说法来看 家人也没有过多的干预 廖日欣的生活 那在这之后 双方又是因为什么 爆发了矛盾呢 跟我闹 他就是因为什么 他去找别人结婚 人家不敢念他 懂意思吗 他不是说 他跟人家已经谈 比如说谈恋爱 或者干什么 已经到了这个阶段 要结婚 不是 他现在跟我说 他要结婚 但是人家不嫁给他 懂意思吗 然后他就 他认为 是你在里面 不是我 因为我不知道 他就认为是我妈 这导乱 本来是家庭的内部纠纷 但是后来 为何演变到了 将廖日欣 送进精神病医院的地步呢 精神病医院 他是死在闹的家里 没有办法了 他在外面 比如说在外面 包括在外面 在家里是闹 一直在骂 一直在闹 反正就是这样 没有办法了 然后我叫他120 他们120一来 120一来 就认为说 就在这里是解决不了 就去派出所 然后派出所 也是像你们这样 问这种情况 问了之后 就是说建议我 由于廖日欣酗酒之后 跟家人闹得不可开交 廖洪虎 无奈之下 听从了相关部门的建议 将廖日欣 送进了精神病院 进行诊断治疗 因为我们老家是罗法的 我们罗法的那些亲戚 就过来这样说的 他说 没喝酒了 把那里面关了一个月 没喝酒了 就是说 是不是 就是说 不喝酒了 会不会精神状态就好 懂意思吧 就是说 人家当时马上就过年了 就说 是不是把它放出来 过个年 所以也行 在将廖日欣 从医院接出来后 廖日欣的状态 也确实有所好转 但在酗酒的问题上 却一直没有得到改善 一出来之后当得很好 那时候是蛮好 和我缅欧 一喝酒又开始 你感觉你分析是不喝酒之前 是正常的吗 我感觉不喝酒是正常的 但是只要一喝酒就不行 也说不行 反正就干什么味 本以为一家人 会将这种和谐的状态 一直保持下去 但是后来的鲁菜店事件 将一家人的关系 推到了悬崖边上 我看他就是 下面他那个房间 就是门也破了 然后灌着 什么都睡掉的事情 就是 那也是闹着吗 就是因为那个炉烤店 几百缸酒 那种几十斤一缸 几百缸 就他一个人喝 到时其实就是因为 这个炉烤店的事情 也比较生气 然后因为 对呀 按照廖洪虎的说法 父亲廖日新呢 长年酗酒 本就让他心中不满 再加上父亲 时不时会惹出 其他的麻烦事 父子之间的矛盾呢 就再次爆发 也就是在这之后 廖日新选择了 离家出走 又家不回 如今 父子矛盾该如何去化解呢 廖日新又能否 重新回到这个家呢 常情冷暖 是什么让他热泪盈眶 我对如老板 人之暮年 他又将何处回家 我意思就是说 我们年轻 我们也压力大 是吧 就是说你不要给我们增加负担 有家不敢回的七寻老人 都市情权正在播出 这里是江西二套 你的都市频道 关爱老人 从牙齿开始 都市频道联合锐儿口腔 重阳重牙特会 国际品牌 瑞典种植牙 种一颗 送一颗 半口重牙特价 院长新诊 爆棉热线 零几九一 八六八八 八一二零 妈 好香 有秘诀吧 长康芝麻油 多放一点啊 营养 口味都有了 实在是香 长康纯芝麻油 原味原香 绿色长康 江西省医学科学院 附属家幼曙光 骨科医院 三级骨痛骨伤 专科医院 江西省创伤急救中心 手足鲜微外科院士工作站 当秋天到来 菊花开满东 神隐之境 有路归来 活乎渔客 唱唱长江最美安心 这里是江西彭泽 在山水之间 诗意顿入田园 一壶清水 滋养一方大地 一年好景 丰收之门 用舌尖收藏 好水好泻 高满黄肥 风雨满口秋色 好到好下 鲜嫩弹牙 致敬火热生活 10月24日上午9点半 江西都市融媒体大直播 丰收彭泽 喜事多 廖日新告诉我们 在经历了儿子来打杂的事件之后 他每天都惶恐不安 最后选择了离家出走 不过在此之前 记者发现 廖日新所居住的环境 虽然破旧不堪 但是里边的家具用品 却非常齐全 并不像是独自一人生活的样子 那么廖日新离家出走 在外漂泊的日子里边 会跟谁住在一起呢 在廖日新的言语中 不难听出 自己住的这个地方 并不是自己独自一人 他口口声声所说的 怕连累的这个人 又是谁呢 令记者感到意外的是 廖日新跟家人之间 几乎是一个难以交流的状态 而跟这个他口中所说的 刘老板 却好像关系 相处得十分融洽 平常就是怎么生活您呢 他听我叫我叫叔叔 他听你喊叔叔啊 嗯 就是感觉那边 其实那边 更像你的家一样 是吧 对 比我什么人多 比你那个家人 都更像家人是吧 嗯 刘老板 比家人多一亲 一说到这个跟自己 平水相逢 帮助过自己的人 廖日新的眼睛里的眼泪 一直在打转 廖日新为何对这个 刘老板的感情 如此深厚呢 带着这些疑问 我们找到了 廖日新口中的这个 刘老板 刘分生说 自己在两年前 相识廖日新 正好自己有一处 空闲厂房 可以给廖日新 当作临时住所 同时也解决了 廖日新的房租问题 这里还可以 那个井水呀 那个冻菜呀 都可以 大家往外交 都吃不来吧 我如果吃饭吧 我工作人在这里 有饭吃 你也有饭吃 是吧 收入他吧 他用在这里 我标记 多少年都标记 就在生一个 允许的情况下 都可以 是吧 这个面积的 我想那个路啊 什么东西啊 比如说 我们能想到的 给他自己安静的问题 我就可以 我就是怕安静问题 刘分生告诉记者 廖日新住在这里 自己本来是想做件好事 但是也比较担心 廖日新年纪大了 安全问题 自己也负不了责任 只能说 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 尽量可以帮到廖日新 据廖日新 有些不同于常人的地方呢 廖日新与家人和其他人的相处方式 完全可以说是判若两人 那么 廖日新 他到底有没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呢 记者找到了廖日新之前住院的医院 经过跟廖日新当年的主治医生了解 廖日新之前确实是患有人格障害 人格障害是指明显偏离正常且根深蒂固的行为方式 具有适应不良的性质 其人格在内容上 智商或整个人格方面异常 由于这个原因 病人遭受痛苦 或使他人遭受痛苦 会给个人或社会带来不良影响 看着廖日新这样的状态 廖洪胡也是感到十分的无奈 看到廖日新在外面生活这么久 精神方面还算正常 廖洪胡的心中 还是感到一丝的安慰 同时他也告诉了记者 自己今后的打算 说白了 作为子女 该养老养老 该有病丸是得治 是吧 这方面都是的 就是说我意思就是说 我们年轻我们也压力大 是吧 就是说你不要给我们增加负担 就是说你好好过你的日子 然后你老人家也有你的退休工资 差不多就是 各国各 你能过去过吧 是吧 你叫我 你就像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年轻人 我们也 我也两个儿子 我负担多重啊 是吧 就是说你不是人家 在紧给我闹 是吧 通过廖日新的故事 我们可以发现 我们总是把最差的脾气 和最糟糕的一面 都展现给了最亲近的人 却把耐心和宽容 留给了陌生人 廖日新对家人的态度 决定了家人对待她的态度 而刘芬生的好心关照 却让廖日新感到了一丝温暖 这也告诉我们另外一个道理 人的感情是相互的 只有自己温柔对待别人 善待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才会对你温柔以待 好的 今天的节目在这就结束了 提醒大家 幸福配方是我们栏目策划的 全省首当心理援助节目 每周六晚上七点半钟 请您记得收看 明天的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八个月的山盟海事 换来的却是丈夫八年的狠心遗弃 和另一个女人的神秘出现 父爱如山 军胜救命 心理专家又能否帮她找到 消失的丈夫 生患尿毒症被丈夫抛弃八年 她说 我想活下去 幸福配方明晚突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